反而今天想說另一種特別一點 都是基建相關的 就是2128的中國斷索 其實它是做塑膠管道 但其實你拉下去 都是關於基建相關行業的事 因為以內地去年年未今年的規劃來計 其實會有很多相關的建設 其實對於它來說 因為它本身在整個管道行業裏面 都是一定的龍頭 市佔率也算大 這對它我想也有一個挺正面的幫助 再加上從股價短期走勢 其實都是一樣有些突破 它過去去年大半年走著一個下降的趨勢 但是到今年年初回來這幾棍揚足上來之外 成交是配合 以及都突破了所有的軍線 連100天線都升穿了 亦都初步升穿去年12月初 至中的反彈一點的高位 如果繼續能夠站穩在100天線上 我覺得這支也有機會短線成為基建相關股以外 一些偏黑馬的選擇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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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